退伍军人反连改 台湾退伍军人权益协会 今天也发起游行 到国防部门口放鞭炮 还找人扮演技工 超度冤死的小狗 要来讽刺国防部对于军人连改 莫不作声 即便负责的司长 初来接受陈情书 并且首度承诺 要在4月份召开公厅会 但是双方依旧是没有共识 大门烟消四起 这不是狼烟而是冲天炮 退伍军人假日再集结 为了年改炮打国防部 就算号召500人只来50人 退伍军人权益保障协会 照样摆出架势 一行人穿上红衣表达怒火 浩浩荡荡路过海军空军司令部门前喊口号 有鉴于上个月陆关校友来访 场面失控烟雾弹齐飞 警方和国防部的警卫牌 早就拉起两牌铁马和人墙待命 找机工超度小白 退军卯足全力 嘲讽国防部长冯士宽 他们仍然不满 退休金可能被砍 但效力一深的军方却默不作声 一行人拉开6公尺长的陈情布条 要负责官员出来面对 冯部长刚才就会说 表达的言论我个人是不是十分赞同 有很多同仁说是铅箱作业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我跟各位讲 因为我们是要单独专案处理 我希望在四月份大家好好来讨论 当吴奇梁湘区在会场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 年轻点跟小组委会的另外一 才是军人要单独处理 对不对 对 跟国防部有什么关系 没错 尽管首度公开承诺召开军板年改公平会 但退伍军人不留情面 举反例打脸国防部 还直接抢下麦克风拒绝在对话 退军反播一波接一波 以为奇异遍地开花 但失去理性又造成民众不变 恐怕让反年改适得其反 女性新闻约翅斐思笑如 台北报导